你敢相信吗 看似弱不精通的男主 为了夺回自己的手机 竟敢挑衅实力强大的街头混混 面对混混沙包大的拳头 男主没有闪躲选择正面硬盘 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睛 男主不仅没有丝毫伤势 反而混混背痛的满地打满 原来男主是在网上观看了打架教学视频 便决定以挨揍的风格进行直播 这样不仅能赚钱治疗母亲的病 还能使自己成为网红受人敬仰 面对抢夺自己手机的混混 耗兵根据教学站在对方惯用手的另一名 虽然自己躲不过对方的拳头 但可以配合做出反应主动的上去 拳头在打到对手前的瞬间 所产生的力量是最大的 但只要在破坏力爆发前辈的 所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小 这就是无痛挨揍法 俗称越早被打越破坑不咬 而这种主动用头去接拳头的行为 不仅能保护自己的下巴 还能产生头锤的效果 看着自己的拳头毫无伤害 混混当即再次挥出一局 虽然耗兵来不及做出反应主动 但意外的是这一拳并没有打中他 原来普通人之间的打架 并不能每一拳都打中一栋的队上 所以只需摇晃上半身就能轻松 而用头当作武器的耗兵 对混混来说简直就是职业拳击手 只要耗兵不断出击 对拳头的谱具也会消失 这样对方的拳头就无法打中他 就算打中了也不会觉得疼 现在的他再也不害怕打架了 底气十足的耗兵发出怒哭 让混混将他的手机绑回来 他要给女神保卫发行性 见此一旁的黑手无比正经 没想到耗兵居然主动上前挨走 此时打斗已经进入白热化 虽然混混无法打中耗兵 但耗兵也没有任何取胜技巧 他开始后悔没看点其他影片 只看了无痛挨揍这一条视频 这时黑手也发现了大问题 两人打架的节奏太慢 导致直播观看人数一直在减少 之前八哥的那场就是因为很快结束 所以才能吸引到很多粉丝观众 就在黑手准备结束直播 防止观众继续流失之急 评论区突然有人说出观点 这场打斗的获胜者是耗兵 而这人正是之前的格斗专家金文成 见此黑手和屏幕前的观众 都认为输的一定是耗兵 毕竟他一直都在挨打 这时金文成说出他的脸 混混的拳头早已迎打耗兵的隔头变得很准 只是因为肾上腺素的分泌而没有察觉 一旦肾上腺素分泌完了 那么让人无法承受的痛感都会随之而来 虽然耗兵获得打斗的胜 但他的脸早已肿受伤的猪力 就连黑手都忍不住 直播的收益都不够付医药费 看来想当网统也没有那么多 而拿回手机的耗兵 完全不在乎自身伤势 脑海中想的全是给女神发消息 之后黑手将直播片段上传平台 观看次数也突破100万 这个账号一共4条视频 总观看却突破2000多万 两人第一次领到视频收益200万 这时耗兵产生迷惑 一次观看一毛钱 他们的收益为什么会被收集 听此黑手赶紧解释道 因为插入广告需要时间 视频的收益来源是在其中插入广告 并不是直接观看就能获取收益 但这样的成绩对第一次的他们来说 已经相当不错了 幻想早日报复的耗兵 当即决定每天都这样来场直播 只要内容刺激暴力 那么赚钱还不是轻轻松松 黑手当即表示这次使他们运气好 平台的审核制度 一旦被打上颜色标签 那么视频就没有任何事 这时正在直播的路 刚好看见闲聊的两人 想让他们一起来直播 毕竟如今的耗兵 也是拥有几十万粉丝的网络 但黑手不想对对方抢走粉丝 拉着耗兵快速晒掉这个狐狸精 看着商店帅气的运动脚 耗兵完全走不动力 可下一秒十四万的踩 顿时让他忍不住吐槽道 这个价格可以在网上买到上买几 谁会傻逼买这么贵的用 就在他叫黑手走人时 对方已经一次性负倾 将运动夹克轻松拿下 见此耗兵无比震惊 他一个月才给黑手十四万薪水 竟然就这样花掉了 然而黑手表示这种只是基本款 人手一键很正常 果然这个世界的穷人 只有身为主角的自己 耗兵本不打算浪费钱买这么贵的用 谁知刚好收到女神的约会邀请 这下是不买也得买 看着周围到处都是情侣 紧张的耗兵开启直播 和粉丝们热情打招呼 却遭到周围人的谈论 这也让他明白原来人红真的实费 可怜我们的男子 在别的网红面前瞬间射死 这是宝威来把耗兵申请 看着两人一模一样的意义 不禁感叹真的是太巧 这也让耗兵回忆起过去 他身材不高又坦酸 运动步行还没浅 很羡慕那些阳光开朗 很想像八哥一样变得会打架 毕竟自己总是被欺负 而学校就是社会的所有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只有变得强大才能不再低头 就连八哥也不例外 曾经耗兵想成为金文成那样的人 但现在的他却十分享受此刻 只因宝威就在他的眼前 两人小手的不经意间触碰 瞬间让害羞的耗兵陷入妄想 他长大后和宝威结婚 每天下班时带一束花 还有一对双胞胎女儿 这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 当浩宾清醒过来 两人已经来到咖啡店 周围人看着两人的穿搭 误以为他们是一对情人 开始嘲讽和比自己矮的人在一起 女生一定会觉得很丢脸 这些话一字不差地被浩宾听见 内心开始变得更加自卑 随即脱下外套表示 这根本不是情人中 看着眼前沉默管言的浩宾 宝威开始找各种话题要点 谁知浩宾根本不解风情 总是支支吾吾 也让宝威的心情顺间变差 他本以为浩宾十分有趣 惨想留约他来有趣的人 谁知见面后他却不想说话 是自己太自作多情了 俺と一緒にいるの恥ずかしいだろう 俺 ロシと二人きりとはそれが 初めてだ ロシと話すのも初めてだろう こんなお洒落なカバー に来たことないし どう振る舞ったりか分からなくて シューは 聞いてYouTubeを見ることなんだけど 恥ずかしくて言えなかった 宝威被耗兵的话语得震情 看来他经常探偏很吃虚弱 竟然流了这么多汗 当即决定带他出去放松下 殊不知这一切全被印尼死で偷回 之后宝威接到小学同学的电话 对方刚好就在附近准备建议 然而让浩兵没想过的事 宝威的同学竟是格斗心心经文 在学校他跟对方连话都说不上 这一刻浩兵的幻想彻底会 果然只有强大的脑 才能和美女有个完美结局 为了不在浩兵面前丢了面 被他知道自己在学校很明晨 浩兵只能撒谎和经文成就出现失望 睡眠衣服也可两年一名 薩雅 清浦哥仲良好伴 仲良好伴